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再来介绍一个电路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物理量 就是电阻 电阻顾名思义呢 它整个电流流过去以后 因为它会产生热 所以对电路的能量来讲呢 它会产生所谓的热损耗 但是电阻呢 又不能没有电阻 因为它基本上来说 它在整个电路里面 扮演的角色呢 它可以控制电流的大小 电流的大小 我们可以用电阻来控制它 利用它的并连或者是串连 来控制它整个 在某一个区块的 这个电流的大小 那我们来介绍电阻的 这个物理量的一个公式 以及它的控制机制 那一般来说 我们把这个线性导体 所谓线性导体就是说 在电路里面 在支流的电路里面呢 它的电流跟电压成正比的 这种导体呢 我们就称之为线性导体 那一般我们把线性导体呢 画成一个圆柱形的 线性导体它的电阻呢 会跟长度成正比 那跟截面机呢 是成反比 所以它的控制因素呢 基本上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材料的因素 我们就称为这个电阻率 那我们知道金属的材质呢 它的电阻率呢 通常是比较小的 像以三大金属 金银铜来讲 银的电阻率是最小的 再来才是铜跟银 但是所以在电路里面呢 因为 为什么我会用铜当作 电路里面的电阻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铜它比较 量比较多 那银的量是稍微少了一点 所以它称为比较贵重的金属 那黄金的话更是 黄金它的特性就是 它不会腐蚀 也不会受到硫磺 这些等等因素的影响 但因为它比较稀有 所以在电路里面 我们还是用铜线 那铜的电阻率呢 其实跟银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 这是第一个因素 所以换句话说 会影响一个电阻的 因素呢 大致上就是有两个 一个是材料的因素 那第二个呢 我称之为形状的因素 就是长度跟节面积的比值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把这种圆柱形的 这个线性导体呢 分成两种 一个是细又长 如果是细又长的话 同样都是铜线 但是一个细又长的铜线呢 它的电阻会比较大 因为它的长度比较长 节面积比较小 另外一种是粗跟短 这种形状的电阻呢 通常是比较小的 好 那我们再看 其他的再看影响电阻的因素 又有哪些 好 一般来说 电阻呢 它会跟温度是有关系的 就是它的电阻率 虽然是同一个材质 但它的电阻率还是会随着温度的上升呢 而上升 那一般来说电阻率跟温度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是用这个关系式来讨论的 这个Rod的0呢 是代表在20度C的时候的电阻率 我们当做一个标准值 就是我们称为Standard 那这个Alpha呢 是代表它的一个 每一个电阻都有一个温度系数 那金属材质来讲的话 它的温度系数呢 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差距基本上来说不大 那非金属材质的温度系数呢 差距会比较大一点 那你可以当温度大于20度C的时候呢 它的电阻率也会变得比较大一点点 那我们来看这个电阻率 因为电阻率既然受到温度的影响呢 相对之下 也会造成电阻跟温度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好那因为电阻跟电阻率是成正比 但是因为不是 基本上来讲电阻率一般来说是固定的 但是因为电阻率 它受到这个温度的影响 所以造成电阻呢 跟温度之间也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关系 这个R0呢 就是代表在参考温度 也就是20度C的时候的电阻 那这个α呢也是代表这个 某一种金属材质的它的电阻的温度系数 好那我们现在利用一个立体呢 来讨论它们之间的一个实质上的一个关系 好现在有跟铜线 那在100度C的时候的电阻呢 会是在20度C的时候的电阻的多少倍 就是当温度上升80度C以后 它的电阻会差了多少倍 那从这个公式的探讨你可以发现 这个RT是代表在80度C的时候的电阻 R0是20度C的时候的电阻 那它的温度系数呢是每度C呢 大概是3.9乘上10的负3次方 好所以这个温度系数其实并不大 那你带进去以后 RT比上R0对不对 它大了就大了这么多倍 那你看得出来事实上它的差距 虽然还是有啦 但是差距一般来说呢 其实还是不是很非常的明显 所以欧姆定律呢 它是虽然是它提到说 好像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电阻的条件之下呢 它的这个电流呢 会跟它的端电压 是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可是同学如果对电阻 真的有深入的理解的话 你可以发现其实呢 它并不是真的完全是 呈现一个线性关系 因为电阻它还是会跟温度呢 是有点关系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正确的讲法就是说 虽然是跟电压之间 还是有个正比的趋势 但是还是会跟电阻的变化呢 还是会有一点受到一些影响 好 那有关这个电阻的一个初步的观念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好之前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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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